第一届花联市市长杯扯林竞赛在东华副校举行 吸引了上百位来自全县各级学校选手参赛 大家卯足全力大展身手各个神乎其境的动作 为赛事增添了精彩刺激氛围 市长魏佳燕亲自出席为选手们交打气 也期待这项民俗技艺可以永续传承 把珍贵的中华文化巴扬光大 第一届花联市长杯扯林竞赛 由曾经在全民运赛事当中获得全国优秀的两位选手 带来精彩的表演 他们出神入化的扯林技巧吸引大家目光 市长魏佳燕表示 市沟所会持续推广各项运动项目 让孩子们有更多元精彩的竞赛活动 是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跟我们东华副校举办市长杯的比赛 那我想东华副校平时在扯林的一个竞技上面 其实就很大力的在推动 那佳燕以前也学过扯林 那也希望说孩子们能够在扯林的这个竞技项目当中 这个单项当中 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学习的 包括我们知道扯林会用到的是眼睛 会用到是肌肉 会用到头脑等等 转换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需要更多的一些 包括前面的一些思考 或者是一些可能你在学习下一个动作的时候 可能就要练了上千百次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单一的一个动作 才能接续到下一个动作 那我想每一个孩子都很认真 那未来我们在这项单项的 我们会持续的来推广 那也希望更多的孩子们能够来参加扯林的这项单项的一个运动 东华副校扯林对指导老师针铁针他强调 扯林运动可以训练孩子们的自信心 同时也让学手从中可以认识中华传统技艺 扯林运动不同于一般竞技型的体育项目 那扯林运动比较像是跟自己比赛 那所以我们其实很喜欢推广扯林运动的原因是 孩子可以跟自己做比较跟自己比赛 然后他只要就像刚刚校长其实市长也有提到 是一个扯林他其实配了音乐 他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做表演 然后他不需要很大的空间 然后也不需要很复杂的场地 他就可以把自己所学的东西有自信的展现出来 市长魏佳燕为了证明他小时候也有参加过扯林社团训练 特别现场小市身手成功表演了跨腿转轮 赢得大家喝彩 魏佳燕表示 施工所会持续办理不同类型的竞赛 帮助孩子培育多元的技能和强财 也提升花莲市民全民的运动风气 让花莲大步朝向活力城市的目标来迈进 这里会换时报道